观众朋友最新消息来看一看 这是中国大陆有一名偷渡客 好夸张 居然开着快艇直接冲我们淡水河 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的海巡急急地把它拦截住 在淡水这里把它给逮住 这是发生在6月9号 也就是昨天的上午 海巡人员在近海六海里的地方 发现有一个好怪不明的船只 你快速逼近 于是本来据说他想先进行船只辨别 我不知道是因为速度太快还是怎样追不上 不知道 不料该船艇已靠渔人码头 已经停靠在渔人码头 到底是什么船 海巡署巡巴队立刻派原道场 将这名男子给逮捕 那现在知道了 他是一名来自对岸福州的男子 好像是偷渡客 可是还是要调查 谁晓得啊 搞不好是解放军 不知道 现在不知道 观众朋友 赖清德总统上任还没有满一个月 居然有对岸的人 驾着快艇登陆 那如果是解放军还得了 海空皆失守吗 我们再来看看 这次发生在昨天 在新闻上也宣宣闹闹了一阵子 对岸的一架无人机 飞到我们金门发 他统战船单 那后来查出来 他是福建对岸的科技公司的一个人员 我不知道是公司的意思 还是他自己想要好玩 反正他就是把一个无人机 放到我们金门上空 然后飞越今夏海域 并且全程直播 到我们的天下第一哨 马山波音站 附近的上空 投递船单 还更夸张 还丢了肉粽 说中午这个 这个端午节来的给你们肉粽 这个侮辱性极强 那因为我们是前线 而且是天下第一站 天下第一哨 那根据香港明报的报导是说 这个涉事者 是福建中立科技公司的人 那抠头船单事件 因为后来引起轩然大波 据说台湾有人 我不知道是谁 这是明报的报导 台湾有人投诉到大陆去 两岸有沟通管道 这个我还不知道 投诉到大陆中央 那中国当局呢 就约谈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之后 已经下架影片了 的的确确 因为我们本来想要授权 希望对岸授权 就是这一家公司 授权给我们播 他说拍谁 已经下架了 因为有人投诉 所以他们被约谈了 他们被中国当局约谈了 可是现在凸显很多问题 包括你看到有人驾驶快艇 直接到我们的 愚人码头 登陆 还有 无人机到我们金门上空 所以国防部部长 郭立雄不是有讲说 进入十二里 可以直接行驶自卫权吗 怎么没有打下来 那海巡是不是也应该 直接鸣枪 我不知道 这个有可能是共军 你怎么不鸣枪呢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现在呢 这个共谍案 谍影床床 刚刚讲到第五纵队 大家 讨论非常热烈 可是 共谍真的就在我们身边吗 这是发生在 一名扯林教练 真的真的扯林那个教练 他可能受到对岸的唆使或是吸收 他叫做鲁济贤 他涉嫌吸收多名退役和现役士官 来探刺激我们的军情 并且 并且他还跟一个华航的派遣员 可能是他朋友 勾结 对方把蔡英文总统出访的行程 给这位鲁姓的扯林教练 然后再提供给对岸 所以当然这件事情后来被破获了 已经涉嫌国安法了 已经被起诉了 可是 为什么这个华航的员工 可以泄露蔡英文的班机呢 那当然 我们看到现在案情都还在调查当中 王定宇就讲了 他讲的蛮惊悚的 王定宇说 该死刑就死刑 你泄露机密 蔡总统的行程都被泄露 该死刑就死刑 所以这些人都要被枪毙了吗 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最后到底未来要如何预防 应该才是我们新政府上任最重要的事情 可是预防的方式是什么 是要编列第五纵队的防范的程序吗 要把这些人都监管吗 那另外呢 抗中保台这件事情呢 也是呢 我们看到赖总统他一直在做的事情 那负中国风险增不当对待涵盖各行业 也是自由时报在今天看到 他有很大的篇幅在探讨这件事情 主要是说最近有很多台湾人到中国大屋去 他认为不管是旅游探亲 访友都有风险 他举了很多的例子 包括有人被逮捕被盘查 被征讯被留置 甚至还有一位什么艺术人士 相关的人士说衣服都被脱光光检查 所以我们看到自由时报的这一篇报导 或者是相关的报导的意思 也是透过我们的官方国安单位 在这个传达一些事情 就是大家可能到对岸区要非常小心 宗教界人士也一样 要注意可能的风险 所以包括钟明轩 他是一名网红 而且是大网红 因为他的followers很多 他最近不是到对岸去拍了很多的YouTube的影片 这个感觉是他觉得对岸也还好 也没有过去民进党政府宣传 或是台湾媒体宣传的这么恐怖 当然那是他的自由 可是最近发生一件事情 他在小红书上面开了五天的账号 很快的就被禁了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包括谢知乔或是一些 比较支持绿营的一些网红就说 钟明轩的自由试用期到了吗 为什么他的小红书也被关账了 这个答案是说 因为他的小红书被检举 违反了相关的禁令 可是到底是什么事情 不知道 现在一般民众都不知道说到底要听谁的 到对岸区会很危险吗 会被抓起来吗 还是说像钟明轩的影片里面表达的 其实也没什么 我先讲钟明轩好不好 因为钟明轩他这个是被很多人检举 所以就是像我们脸书 有的时候我们一直被不断大量的检举的时候 他就会把你关掉 他是被谁检举的 谁知道谁检举 大家不要以为小红书就有大陆的人在用好不好 台湾很多人都在用 我也可以检举钟明轩的小红书 所以这些人他们很奇怪 他们就 因为钟明轩他被大量检举而下架 他们就说 你看是不是这个中国大陆搞的 不一定真的不一定 甚至钟明轩的影片我去看了 他在经过一个桥海哪里的时候 有受到中国公安的盘查 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台湾来的 就放他过去了 那个影片是实时记录的 他就说我们是台湾来的 给他看台报证 他就说欢迎你们来 就让他走了 这一段实际上就是这样 跟他们很多人讲的不一样 所以我要再讲一下国防的部分 这个事情有多离谱呢 我先讲四个人都有疏失 第一个当然赖清德赖总统 第二个卓榮泰卓院长 第三跟第四是直接相关的 顾立雄部长跟海委会的管闭率 如果有四个人 先讲海巡这件事情 人家都已经进到六海里了 你说我们有全程掌握动向 结果他上来之后 这个人跑上岸之后呢 找路人帮他报警 路人他已经上岸了 他上岸之后看到路人 比如说我上岸之后 碰到辉文哥说 辉文哥你可以帮我打电话 给警察报案吗 然后海巡人员才到现场抓他 那你不是海巡署 你都说你都掌握了吗 他在六海里的时候就掌握了话 那你怎么没有在边境下把他逮上 是他跑来跟别人打电话说 来抓我来抓我 这叫什么样的全程掌控 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 最后我要讲无人机这个 大家都有那个相关的 可以把无人机打下来的 这个信号影响器 可是为什么每一次到现在 之前我咨询邱国正很多次 他也跟我说要精进要检讨 然后讲了一百遍到现在顾列球 一模一样嘛 早就所有地方有告诉大家 今夏周边都有配发相关的 讯号影响器 所以是可以做的 那为什么不做 为什么到现在 还有在投地传单跟肉种的 那这当然是你顾立雄 你国防部长你要首先 你到底有没有跟邱国正交接好 到底能不能够管控部队 就是你最大的问题 之前还投放这个什么茶叶蛋 很扯还有榨菜 来 这个 所谓的小艇 它只有五吨而已 然后刚刚巧琴讲六海里 六海里大概十公里一圆 淡水十公里 你目视是看得到的 那它怎么 因为如果大家打包有那个画面的话 小小的一个 它直接到云南码头 那怎么可能从福州 直接就这样开过来 一百多公里 没有 它是挂在大船上面 是牧船 对 然后大船到了我们淡水外海的时候 它才从大船上来 它宁愿你是捷克 你是罗斯铁达尼号 然后再过来 那怎么可能前端 所以如果你要投奔自由 也不是这样做 我觉得这有监控吗 海巡说全程监控 可是它都已经冲过来 你有掌握 就说像这种船 你能不能监控 就辨识它是不是台湾的船 这个我不是专业我不知道 但显然 就是它能来 它就来了 过往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所以这绝对就是一个 防务上面的漏洞 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阻止它来 你有海巡 那我们淡水就这么大 而且每一次 只要模拟说 这个中共如果要攻台的话 淡水是最常演练的 主委那边还有关渡 还有防炮 还有相关的这些部队 但是就这么简单 一个船来了以后 它都可以靠岸上来 没有问题 所以显然这有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第一时间 看到的资讯太小了 那晓芯 你看到那个 我还没有看报道游戏 你说它都已经上岸了 对 它说它打电话还报案 叫路人帮它报案 那这样的话怎么算监控 应该是无法辨识的船 靠近我们的海巡 就要有动作了 怎么都已经让它靠岸上来 我觉得这个是会有问题的 来 辉文 刚刚小新提到这个 两个国防部长的交界 我们看这个是新的调查局长 这个赖总统 选了一个新的调查局长 但是我不认识他 他本来是什么 他本来是调查局 国家安全维护处的处长 那调查局是这样子 这局长下面有三个副局长 一个主任秘书 有15个处长 那为什么赖总统他要让这个 这个国安处的处长跳升 为什么 这标准是跳升 跳过的主任秘书 跟跳过的三个副局长 他就直接变成这个 这个新的这个局长 那我请问大家 赖总统要告诉我们的 这个主旋律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在调查局的 这个封闭的体系里面 或者你在检察官 国安局 你看新的这个局长 是国安的这个系统 抓匪谍的 然后现在跳升变局长了 那我要立刻写这个报告 我也要去抓匪谍 未来赖总统这四年的这个 大家就知道了 你要怎么样破大案立大功 那我就请问沈柏洋 刚刚两位前辈讲的这个 从淡水跑上来 这是第几重队的 第一重队直接冲进来 对不对 那你要监控高风险群 我跟你介绍一个要自首的 又来 这个潜质在大陆铸点六年 干嘛 六年 这个就是高风险群 北京 上海他都很熟 对不对 大陆很多朋友 赶快把他的手机扣起来 不要骗 本来就是这样子 不是 潜质你看当我们的这些 都是用这种认知作战 这种抓匪谍的 我请问大家 我们这些年来 你说这些匪谍什么的 有多少是冤案 张显耀 对不对 侯汉庭 向欣 王秉中他们都是冤案 向欣最倒霉 向欣还跑去视线 还有一名以前的这个 郭梅兰 郭梅兰 郭梅兰人都不在了 我的朋友 人都 当初你们怎么被扮了 现在一走了之 然后通通都算 然后扮匪谍的还升官 这合理吗 对不对 那就表示 但是